大家好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2022年Instagram Story 你瀏覽粉絲的排序規則 大家好,我是Tiger 歡迎收看《社交媒體BB班》 希望將一些基本或基礎 或是有趣的知識 透過這個頻道和大家分享 我們經常有一個誤解 就是你出了一個故事 首先要出故事 希望你的朋友會看到你發生什麼事 又或者你希望 看看哪些人會關心你的IG Story 出了一個相片或視頻之後 誰看過你的 Story 都會看到哪些人看過 無論他是否你的粉絲 亦會看到有些人會高些 有些人會低些 經常都聽到朋友說 最近很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人 經常都看過我的 Story 而且排得很高 也有些人聽過 我最近很不開心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人 其實已經把排名跌到很低 在很後才看到他 是否不再喜歡我 這些誤解和迷思 可能是可能不是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新Instagram的 演算法 代表了什麼 排序 什麼是 演算法 即是Instagram YouTube Facebook 都有一些 系統的 程式 把不同的次序 根據一些規則去排列出來 由於這個內部的演算法 很多人都不知道 亦都有不同的專家 或者我們叫做社交媒體的玩家 去估計出來 這個最新的演算法 我看過很多文章 這個比較合理 以及比較值得參考 我們一起看看 好 首先 在最頂的 有個心心 一定是 在你的故事裡面 按了一個心給你的 很簡單 當你看到別人頂端的故事的時候 右下角有一個 類似心形的按鈕 你按下去 你在對方的 Instagram故事 就會看到 一定是排最頂的 好 開始去到 Aggraphum 我們基本上 分了七個層次 最頂端 即是最上方 見到箭嘴指著 那個 除了心之下 那些就是最上方 有兩個規則 第一個就是 你們互相 都是互相追蹤 而且 經常都是按like 給對方的post 以及經常訊息對方 這一班人 一定是排最頂的 好 第二個層次 低於這些人 第三個層次 你們都是互相追蹤 對方 一定是 但是 你們就 經常都會 訊息對方 但又未必會 經常去 按讚對方的post 但未必會很熟 互相追蹤 互相追蹤 對方的短訊 這個就是 Level3的一班人 好了 到Level4 就是 你們會互相追蹤對方的IG 但是 很少短訊 亦都不經常 按讚對方的post 便會排在Level4 第四層 到Level5 第五層 是什麼呢 是 你有追蹤他的IG 但是他沒有追蹤你 你亦都會 經常 按讚對方的post 可能是 我們一起追星 可能是 一些 男仔 女仔的明星 KOL 那就會 classified 做Level5 擺在第五層 好了 都挺開心 追星 然後他都會 看回你的story 第六層 是什麼呢 就是 你沒有追蹤他 但是對方有追蹤你的 對方都會 就是 去 讚好你的post 反而 他是你的 粉絲 這樣 就會放在第六層 而 最後 在最底 是什麼呢 就是 你們兩個都沒有 互相追蹤的 亦都沒有 互動過 可能有時候 你的post 裡面 會 hashtag 香港美食 或者是 Hong Kong Food Hong Kong Girl 等等 而 有機會 彈了給他 這樣 就會放在最底 所以 今天 就是一個很短 可以跟大家分享 原來 IG story 的排序 的agraphum 都是有原因 都是挺有趣的 所以 將來 出了不同的次序 都不用亂猜了 都是 根據 IG的agraphum 去慢慢消化和理解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都可以 Like和Share Youtube 是Tiger Video Academy Tiger 短片教室 希望 這一個 題目 你們喜歡 亦都分享給你 由需要的人 可以按讚 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次見 拜拜